早啊 新闻来了 今天是2023年10月1日 星期日 农历8月17 首先进入药文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9月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文化和旅游部消息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预计达8.96亿人次 同比增长86%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7825亿元 同比增长138% 今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下面是杭州亚运会消息 9月30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发布杭州亚运会办成总结 中国体育代表团已完成199个小项的参赛任务 占全部参赛小项的49% 目前 中国以114金68银34桶 赞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名 金牌总数超过赛前预测的高线 网球男单决赛 中国选手张之珍战胜日本选手棉冠杨界夺得金牌 这是中国男网时隔29年 再夺亚运会单打金牌 这场胜利也让张之珍获得了巴黎奥运会资格 中国男网时隔16年重返奥运会的舞台 跳水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 中国选手陈玉希全红蝉夺得冠军 中国队实现亚运会跳水女子双人10米跳台6连冠 跳水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 中国组合严丝宇和超获得金牌 田径男子100米决赛 中国选手谢振业以9.97秒夺冠 田径女子100米决赛 中国选手葛曼奇以11.23秒夺冠 乒乓球项目 混双决赛 中国队两队组合会师决赛 最终王楚清 孙颖莎 4比1战胜林高远 王毅迪夺得冠军 乒乓球女双四分之一决赛 中国组合孙颖莎 王曼玉 1比3 富于日本组合张本美和牧原美忧 陈梦 王毅迪 1比3 不敌印度组合 均止步八强 下面是一组资讯 9月30日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数据 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2% 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 重返扩张区间 9月29日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09.8万人次 创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这也是历史上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 交通运输部9月30日消息 中秋国庆假期第二日 全国铁路 公路 水路 民航预计发送旅客总量5713.4万人次 比2022年同期增长57.2% 国家航天局9月29日表示 为顺利完成月球背面航天器与地球间的通信 我国新研制的雀桥二号中继通信卫星计划明年上半年发射 9月30日 宁夏最高公路大桥 银昆高速公路有连红河特大桥主体完工 该桥全长2161米 最高处109米 建成通车后将改善闪 甘 宁等西部地区互联互通条件 9月29日 应急管理部批准 在铺救火灾中牺牲的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 吉丰东路消防救援站站长梁书彤同志为烈士 中国铁路9月30日发布通报 经查 网传 辽宁一高铁因超原触发报警 无法发车为虚假报道 报道中所呈现画面为一花接木拼凑而成 为推动禁忌鲁育四省交界区过敏性疾病 五位一体精准防控工作 日前 由北京世纪谭医院牵头 帮扶河北邯郸市第一医院建立变态反应中心 在县域建立20余个变态反应科 在200多个卫生院建立变态反应门诊 当地时间 9月29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 规定乌克兰公民可以凭有效证件免签证出入俄罗斯 持有过期证件的乌克兰公民 也可以免签证进入俄罗斯境内 当地时间 9月29日 美国纽约市出现极端降雨天气 单日降雨量打破历史记录 包括纽约州在内的三个州面临山洪风险 纽约市长岛和哈德逊河谷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当地时间 9月30日 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短期支出法案 该法案将为政府提供为期45天的资金 其中包括白宫要求的自然灾害援助 接下来是服务信息 中央气象台预计 9月30日20时至10月1日20时 陕西中南部 黄淮西部 西南地区东部 云南西南部 江汉大部 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有中道大雨 其中 重庆东北部和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七位选手来参加 这一次顺利发枪了 比赛已经开始了 谢震燕的起跑非常顺利 目前的前半程一马当先 谢震燕优势保持住 金牌就要来了 谢震燕问鼎亚运会金牌 男子百米飞人 谢震燕 2023年的第一日阳光 从太空到进中国空间站 透过船上眺望 沿有星辰大海 祖国一直在我心中 尊重见鼎亚运 我很自豪 我们的海军终于走向了深马 我爱你们 谢谢你们 走出 这里走困难的纪念 全能比较最帅 公众们 我们来了 大家安全了 我爱北京仙美 我爱我的祖父 我爱北京仙美 美人 愿意 守华之图 为 上师爱嘟 六 画 对 为四 江 innovate 希望 俩 能够熄灭满天的星光 星星资火可以聊远 国歌想起的时候 每一次我都热的眼泡 主播说联播 今天我来说 今天是我国第十个烈士纪念日 昨天是中秋节 明天是国庆节 今年的烈士纪念日 正好在两节之间 这是一个温暖的巧合 家国基安 正因为有一位为英烈 挺身而出 有生命守护 今天上午烈士纪念日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国家的名义 制度化的安排 隆重的仪式 我们对英烈最崇高的敬意 需要这样具有仪式感的表达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不能没有英雄 英雄闪耀在岁月的长河里 也守护在你我的身边 就在昨天 在救火中牺牲的吉林消防员 梁书彤同志被批准为烈士 休息时间主动请英参加灭火 危机时刻舍己救人 在梁书彤同志身上 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天地英雄气 当然还有那一位位奔走在危险现场的人民警察 新中国成立至今 全国公安机关共有3700余人被评为烈士 9月28号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再读英烈子女回信 对他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向公安英烈的家人致以问候 父辈勇于担当作为 甘于牺牲奉献 这是英雄气概 子女深知这个职业的危险 却仍然选择扛起父辈的旗帜 负重前行 这也是一种英雄气概 英烈的逝去令人痛心 英烈的精神却催人奋进 至今英烈 我们要铭记和感恩 不忘来时路 又要学习和行动坚定前行路